这个是应该是出舱之前 对 一天全景是相机壁拍摄到的 对对 这个相机拍到的就是 它准备出舱的这个气闸舱的舱门口 气闸舱是冲下的冲着地面的 对对 它是一向线 这个就是组合壁在运动 这个组合壁就会去气闸舱的舱门口 去接我们的动摇航天员 也就是陈东 航天员还没出来 但是我们的机械壁已经等在门口了 对 而且特别值得一提是 这一次是大小机械壁 以运动至安装脚线点 对 这个机械壁运动到这个安装脚线点 航天员就会打开舱门 出去以后先把脚限制器 安装在机械壁的末端 脚限制器的概念就是 帮助航天员站在机械壁上 一个固定点 对 因为我们知道太空中是失踪状态 那么航天员在太空中 是漂浮的一个状态 无论它要移动还是什么 它又必须有一个稳固的环境 那么它在机械壁上 就是靠脚限制器 把它固定在机械壁末端 这样移动的时候 它才不会飘走 好 舱门打开 这个时候舱内压力和外界的 空间压力是一样的 所以舱门才能够顺利地打开 对 就刚才说那个负压过程 其实出舱的时候 就是一个泄压过程 压力降到和外界一样 对 据说动摇就该准备出舱了 对 够得着吗 够得着 你看它这个安全系绳 它每走一步 都要用这个安全系绳来稳固身体 这也是个安全的保障 时刻和空间站绑在一起 对 是的 不会脱离 因为一旦脱离开 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对 好 我们看到它现在其实只是 露了半个身子在外面 是 这个叫半出舱状态 这样操作的时候 有助于它稳定身体 它的双手可以扶着那个环形扶手 那它现在主要是要安装一些脚纤维器 对 现在要把脚纤维器 安装在机械臂的末端 来为自己上机械臂做好准备 对 对 这是每一次利用机械臂进行出舱作业 都必须做的一件事 就像在车上先安一把这个椅子一样 好便于它去乘坐 就像骑马的时候要安一个 马安一样 马安和这个脚套 对 只要固定自己的身体 是的 那这个脚 脚线应该是两个 是的 舱外有两个脚线 但是机械臂每次它上机械臂使用的人 就是装一个脚线就可以 装一个就可以 就够了 因为机械臂上只能载一个人过去 装完脚线以后 它就现在要装的是舱外工作台 这个工作台是操作台 这个操作台是装在脚线上的 因为脚线制器是把航天员固定在脚线上运到作业点 那么它要作业点所需要的一些备件 一些工具就需要旁边这个舱外操作台 来固定这些东西运到这个舱外相应的作业点上去 对 因为有了机械臂的帮助 我们肯定首选让机械臂来帮着搬东西 是的 到作业点去 是的 因为航天员如果攀爬要带那么多东西 这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很困难 好 现在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主观镜头 应该是陈东它的摄像头拍照的 对 是 这陈东拍的 它在装这个机械臂末端的一个固定装置 这个固定装置的作用呢 就是使得航天员上机械臂的这个过程中呢 减少对机械臂末端的这个失利 这样呢就减少机械臂承载的负荷 就是它踩上去的那一下 对 让这个周围的这个圆形的扶手借个力 对 要报到固定装置拆封完毕 固定装置拆封完毕 这样它上去以后 它就要把固定装置再拆开 这样机械臂才能再移动 要不然就和舱体连在一起了 这个时候机械臂可以说是整装待发了 对 但是东西还没拿全 对 是的 现在就是这个 拆续者把这个舱外工作台 还有这个舱间连接装置都递出舱去 然后陈东呢把它接过来 装到一个这个便携工作台 就装在自己身上 这个舱间连接装置就刚才说 装到咱们机械臂的操作台上 这就是像天前变通途的那个天梯 是的 对 还可以拉开 应该现在是一个缩小的状态 是 是一个折叠的状态 因为问天舱的这个舱间连接装置 有3.2米 高昊注意 然后所以要携带的话要折叠起来 发出 机械臂运动开始 天宫 机械臂运动开始 那就是人也上去了 东西也装好了 对 对 就可以出发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机械臂这个操作台上 旁边刚才有两个舱间连接装置 一个是用于问天连接的 一个是用于梦天连接的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猜序者 也从舱里出来了 是的 我们说一个航天员是称作机械臂 到达作业点 另一个航天员就通过舱壁上的扶手 然后爬过去 其实爬的过程也是很复杂 你看蔡徐哲 他需要先把自己的这个安全绳挂钩 不停地往前挂 每挂一步他自己再挪动一步 对 这也是航天员舱外作业必须做的一件事 就要时刻保持自己有一个 跟舱壁有一个稳固的连接 这样避免就是一旦脱手 他就会飞入太空了 互相看见了 给大家透露一下 当时是蔡徐哲先到的 到成东一会 是的 以锁定完毕 蔡徐哲因为他是攀爬 人工攀爬 所以他的这个路径也比较短 直接冲着目标点就去了 是的 成东他做机械臂 可能会需要稍微有一点绕 对 对对因为蔡徐哲是顺着舱壁爬过去的 所以应该是贴着这个舱壁就过去了 这个成东坐在机械臂上 因为现在是个组合臂 所以大臂小臂加起来的关节非常多 那么他的整个控制 大臂控小臂控 所以中间加一些停泊点 路径也稍微长了一点 所以时间要长一点 蔡徐哲是停在了问天舱的上边 这个位置 对 他是停在问天舱接近这个节点舱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陈东已经把这个连接装置 递给了蔡徐哲了 是的 就是陈东带着这个问天舱 这个连接装置 到了这个作业点以后 他先把一端 就是连接到问天舱那端 递给蔡徐哲 蔡徐哲在那边安装到 问天舱的这个固定位置 问天舱间连接装置 展开锁紧状态正常 他安装完以后 陈东再把这个刚才说 3.2米的折叠起来 他把它再展开 展开以后 他再去装那个节点舱那边的 对 节点舱那个环心扶手 机械臂已到位 他现在就在装 将问天舱间连接装置 连接到环心扶手 对 他现在就是连接扶手 大家看环心扶手那个位置 就是节点舱 是的 这个连接完了以后 从问天到梦天 这个通路就已经搭起来了 对 因为大家想到 节点舱左右两边 分别是梦天和问天 但是问天和梦天之间 因为有节点舱 所以相当于产生了一个凹陷 是的 就有点像我们这个路 走到一半突然断了 有一个河谷 对 是的 架一座潮过去 对 这是一个天茜 刚才说天茜变通图 这是最高的一条路 所以以后其实从梦天到问天 从问天到梦天 就是一路畅通了 是的 一致还心扶手 完毕 好 接下来我们又要换位置了 这位置是空间站的最佳位置 好 因为它在节点舱 是的 所以它往任何一个方向看 都能看到空间站的一些 看看刚刚搭好的这个天路 蔡旭哲就开始顺着这个天路 从问天舱要爬到节点舱 用上了已经 对 对 这回到节点舱就方便多了 对 是的 所以它就停留在节点舱 是 在装这条通路之前 菜学者是不可能爬到节点舱 安装舱间连接装置 至梦天舱基座 它爬过去了以后 然后再帮助这个陈东 去完成对梦天舱 这条通路的搭建 梦天舱间连接装置 梦天基座端 安装状态正常 那还是先安装梦天这边的基座 是陈东先过去 因为现在路还没搭好 所以陈东是坐着机械臂过去的 过去以后 他把梦天那段搭好了 然后蔡旭哲再把节点舱 这边的路搭好 梦天的这条路 先转 也就搭好了 先转让它转 对 好 咱们在设计这个连接装置的时候 可能也考虑到了 在空间中 航天员他们毕竟 没有在地面上或在舱内 这么便捷 所以整个这个搭建的过程 包括锁紧的过程 还是比较顺手的应该是 是 舱外的所有的操作 其实我们看着 现在操作很简单 其实从产品设计的角度 就必须考虑 航天员穿着舱外服 戴着大的舱外手套 又加压等等这些不便 所以它的产品设计 必须考虑这些人因问题 好 舱三 口温到梦天舱去看一看 请言梦天舱间连接装置 转移至梦天舱 M001扶手 同时这个舱间连接装置 因为是航天员攀爬的一条路径 也是航天员如果遇到问题 互相救援 也要通过这条路 所以这个路上 它这个连接装置 跟舱壁安全 就是连接的安全性 成为第一个到达空天舱外的人 或者是可靠性 对 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它操作的锁定机构 也比较的保险 有三重保险 三重锁 锁定 更非常有幸 看到了太空家园的全貌 三舱大桥 盛世伟业 感谢所有的航天科技工作者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个蔡徐哲是第一个航天人 爬过了三个舱的航天员 成东也是非常幸运 成东是第一个航天员 在太空中俯瞰三舱的一个航天员 站在机械壁上 因为有机械壁的承托 对 非常的壮观 一会儿我们就会通过 可能成东的视角 看到三个舱的整体这种感觉 非常的壮观 蔡徐哲也是使用连接装备的第一个人 对 因为虽然我们是岗位人员 从画面上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是挺激动的 我们也是第一视角 这是个全新的视角 对的 是的 因为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全景相机 能够抬升到像成东所在的 这么高的高度 而且成东它因为组合壁嘛 带着它从这个气闸舱的这个出舱口 就是一向线朝地的 一直要运动到这个节点舱 三向线的 朝太空这个方向 对 朝太空这个方向 所以它基本上可以说 浏览了大半个空间站 对 舱外浏览 非常壮观的景象 不不容易 这可不像我们开车 下了车 我们绕车一圈就浏览了 这个空间站 是的 想要做到这一点 真是考验技术能力 是的 现在他们要去完成的这个作业 就是抬升全景相机 神经十四号 机械臂已到位 对 解锁并抬升全景相机A 这个时候已经把成东 运到了相机抬升的这个位置 对 对 运到了这个作业点 蔡徐哲也已经爬过去了 然后全景相机A抬升 可能前面的几次任务 都抬升了很多遍 这次的抬升 这个全景相机也非常的方便 它只要拧松四颗螺钉 把它拉起来就可以 所以它带着一个 特别像咱们家装修 电动工具 用的这个电动的 对 这个就是用于拧那个螺钉的 电动工具 因为我们还记得 这个十二任务的时候 抬这个全景相机 还得带着相机出去 垫着支架 然后再把相机装上 更好注意 等到十四任务的时候 就已经不需要了 现在已经简单多了 对 已经做了优化 之前跟观众朋友们也解释过 我们不能够在发射的时候 就把全景相机给支出来 因为受到我们 对 火箭包装 它的整合照的直径和限制 是的 是的 所以到了空间以后呢 有足够的空间 让它来施展 让它来延伸 是的 所以就可以把它给拔出来了 对 现在它已经完成了 这个相机的抬升 一会儿可能 这个等到陈东 开始往回反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壮观的三舱景象了 这应该是蔡许哲 在往回走了 是的 陈东已经被高高的抬起 对 抬起到这个 这个太空中 对 他又一次 看着我们 看着这三舱的空间站 和地球合影 对 他又一次 在比空间站 还要高的高度 是的 在看空间站的全貌 是的 是的 以地球为背景 是的 赌三告告 你到达七闸舱 还应回首 蔡许哲已经回去了 曙光明白 很快 对 对 他走的是一条近路 这个是陈东的 坐着机械臂 返回这个七闸舱 舱门口的时候 经过这个太阳翼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个柔性太阳翼 太阳翼是个归零的状态 是的 它是90度那样的 这个对 蔡旭哲 蔡旭哲在回舱之前 对对对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脸 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蔡旭哲已经进舱 对 他进舱躲避 然后这个陈东的空间站过来 机械臂以运动制接设备点 对 他现在是面朝着 这个出舱的舱口 对对 他把已经用完了的 这个设备剩下的一个把手 要运进舱里面 然后蔡旭哲从舱里面 接住这个把手 在舱内再固定好 有些东西是要运回舱内的 有些东西就留在舱外了 对对 设备设施留下 一些助力的东西 比如说一些把手了 一些工具 还是要带回来的 恭喜神舟十四号称组 圆满完成了第三次出舱活动任务 这次任务也是非常成功 我们这次出舱 为三舱搭建了桥梁 为你们的高效协作 和精准操作点赞